如果你是歌曲的叮作的话 你说什么也不一定 你听着是歌曲的叮作 你是歌音的叮作 我意思是歌曲的叮作 是歌曲ъ Patreon 是歌曲的叮作 他要唱歌曲的叮作 喜乐观看 是歌曲的叮作 我歌曲的叮作 你歌曲的叮作 感觉 再练成 我能办法 喂 我在你家楼下 看来新工作不饱和 我让陈部长再给你加点量 你知道 我被分在售后服务部啊 陈部长业务能力很强 你要多跟他学习 好的 廖总 那廖总还有其他指示吗 指示没有 有一个问题想问明白 什么问题啊 既然都做同事了 什么时候把我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当初明明是你先拉黑我的 喂 廖总 喂 所以当年 是我先拉黑她 我妈错人了 念念 回来了 干什么呢 我们领导刚刚找我有事 领导 走走走 四五十岁的秃头老男人 我跟你讲 你可得小心一点 像这样的老男人 他们是最喜欢调戏小姑娘的 好 就像这样 擦了什么呢 我看看 你还收藏这个呢 你别告诉我你想跟他复合啊 忘了你们当年说过的话了 你想多了 我们不是复合 我们就是 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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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你个活 工作一天累了吧 我给你垂垂呀 学长 有没有空 一起吃个宵夜啊 其实你不用为了表示感谢 非得请我吃饭 廖总 你好像想多了 我请你吃饭呢 不是为了感谢你的笔记 但是你放心 今天米其林三星路边烧烤 我买单 好累啊 你累吗 今天米其林三星路边烧烤 我买单 好巧啊 是挺巧 很巧吗 不巧吧 不巧吧 我亲爱的同事白羊 可以麻烦你帮我去洗下菜吗 我亲爱的同事秋芬 刚刚回来的路上 我的腿 单独出了车祸 建议找你的亲亲闺蜜 童年同志帮忙 你俩什么意思呀 合伙是吧 我们说好了 谁饿谁动 要不 咱们玩个游戏吧 好主意 玩什么呀 国王游戏 大家都玩过吧 抽到K牌的人 可以指定场上的人 做任意的事情 那现在开始发牌吧 第一个国王诞生了 是我自己 董秋芬 你作弊了吧 那下次你来发牌 行 你说的 这次抽到二三的人 喝大交杯 怎么样 不是我 什么情况 董秋芬 你故意搞我吧 我搞你什么 快点 那我们俩 和虾 给 你来发牌吧 看 我就说我运气很好 吧 这次 抽到二三的人 我们 亲亲 吵吵吵 你是不是玩不起啊 亲就起 谁怕谁啊 行了 百扬 你别闹了 我 我又是国王 这次 抽到一和二的人 董秋芬让你喝那么多酒 喝口水 我不喝 我没醉 梁渊丑 你还好吗 护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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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